6月10日晚上,歌手卢冠婷今天在红康体育馆举行首穿演唱会 一项环保的他把整个舞台用环保木材搭建而成 跟其他演唱会华丽的舞台有天壤之别 但给人一种回归自然视觉,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 今晚邀请到徐晓凤,女子组合Robbie and Candy,AGA等歌手任嘉宾 在台上,姥姥女子组合Robbie and Candy一起为大家表演吉他弹唱 随后,Robbie and Candy更是让卢冠婷为其家人带来的唱片签名 期间,在AGA的配合下,姥姥一首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爱》 唱响了所有人的心声,疑似天籁之声 唱响了有录唱的歌手 在世上 难后别迷惘 尝尝 天不和之间 还我无法 尝尝 云云云云 当嘉宾徐晓凤出场时 在场观众更高声呼叫及掌声不停响起 令昨晚的演唱会气氛推至高潮 姥姥与晓凤姐合唱一首经典老歌《无奈》 为今晚演唱会增色天灰 往前的欢笑 与往昔的美丽 留在你心胜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發別在風向轉身去 總是這下雨 發別在風向轉身去 總是這下雨